全红蝉统治力有多强 张佳琪首次回忆豪言壮语 令人感到心酸无奈 大家好 这里是郑说体育 说起今年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运动员 那肯定就是跳水小将全红蝉了 全红蝉在本次奥运会中三个满分成功夺冠 也因此火遍全国 全红蝉实力非常优秀 他在回国结束隔离之后 立刻奔赴全运会的赛场 并且在全运会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再次蝉联冠军 成为大家的骄傲 成功将自己的教练带上领奖台 全红蝉教练员是何飞仪 有请第十四届全国 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 教练员可以留念 而这也让大家忽略了另一位曾经的奥运会冠军 那就是张佳琪 说起张佳琪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张佳琪一开始也是以黑马的形式进入大家的视线 而她更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 跟陈玉琪搭档获得了奥运会双人跳水的冠军 两位实力非常厉害 更是被大家称为是复制粘贴 就连入水时的水花都是一样的 而张佳琪最最经典的话 那就是曾在比赛结束后的采访中 她说自己要蝉联很多届奥运会的冠军 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 仅凭这句话就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姑娘 不是你智升的法宝 也不算吧 还是自己有实力 这倒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和得分 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骄傲 有一点点小骄傲 真的是马上就把心收住 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动作 尤其是把下面的也得挑好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 就是个荣誉而已 以后还要拿更多冠军 那能蝉联应该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吧 应该算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才两届嘛 我还要蝉联更多届 多少届要准 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吧 但是在今年的全运会中 张佳琪发挥失误 在单人跳水中无缘领奖台 在之后的采访中 张佳琪首次回忆当初的豪言壮语 并表示自己当时年少轻狂 并不知道蝉联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可见全红蝉的统治力究竟有多么强大 而张佳琪这番话 也让大家感到心酸无奈 不算特别满意的 其实还可以更好 你要求太严格了 我记得之前你采访的时候说 能蝉联多少届冠军 就要蝉联多少届冠军 现在这个目标变了吗 可能变了 以前年少轻狂不罗碎 哪知道后面这么难 哈哈哈